林志堅论文被台大认证抄袭 并撤销硕士学位 但总统蔡英文和前副总统陈建仁 却大声力挺林志堅抄袭 网友嘲讽可能是同病相连 因为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也找不到蔡英文的原始博士论文 而陈建仁也曾在共同挂名的论文发表前 被检举抄袭 他还公开道歉甚至一度请辞 如今这两人宣誓力挺林志堅 百姓会信吗 当时大家质疑蔡英文的博士学位的时候 他怎么说 韩国第一夫人也被检举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被韩国各界要求要说清楚 连梅公职的夫人都被要求学术操守 但台湾要选市长的人 就算抄袭总统还狂力挺 网友路贯蔡英文和陈建仁的脸书 痛骂你们除了挺高端 现在挺抄袭 你的神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没抄袭都是百姓眼睛业障重吗 这个跟那个直路维码是差不多 能够这样的话 我看也只有蔡英文 只有民进党 只有林志堅 这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蔡英文总统在逼迫台湾人民 在台湾大学跟民进党之间做一个抉择 那既然蔡英文总统信义已决 那我们台湾人民也只要做抉择了 学界也大傻眼 连总统都认同能抄袭不就是公然在挑战学术伦理 学界也联署呼吁要有监督把关机制 不能再让政客洗学历 那其实我们后面怎么教学生呢 报告要抄来抄去 我凭什么去告诉他说这是错 他会告诉我总统都说这不是抄袭啊 这个是对学术伦理非常严重的挑战 当抄袭被认证就是事实 总统还坚持下令全党就一人 恐怕让台湾的学术尊严和伦理当然无存 记者黄明君 两海姚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 我是杨祥宇 白天坚守疫情新闻第一线 晚间我们一起掌握国内外大小事 重大新闻深入分析 突发讯息绝不漏接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